好同学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本章的第四部分 又到了票据法案例分析题的专项训练了 票据法呢自己单独命题 那他的玩法呢其实很简单 他的固定套路非常的明显 考的点就是那几块 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第一道题 说2021年的4月20号 A公司为了支付货款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 向B公司签发了一张电子商业成队汇票 A公司呢作为出票人和成队人进行签章 C公司与B公司签订保证合同 为A公司提供一般保证 但是C公司未在电子票据上签章 来了吧 我们一再说 考试的时候 在票据法的题里边 你看着哪两个字 你就得加12分小心 合同是吧 你个票据 你又不跟合同法一块好 你考合同干什么 出了合同那就有问题 所以这块 就是现金点 票据是文艺证券 所以 票据的保证 必须是在 票据的上面 或者是沾单的上面 做相应记载 记载什么 表明保证字样并清章 如果另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和保证条款 不属于票据保证 请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执行 是吧 我们讲了 玩票据法的题 最简单的把当事人关系图画出来 是吧 A公司为了支付货款 在电子商业成队汇票系统内 向B公司签发的 是一张商业成队汇票 成队了吗 谁成队的 是吧 A公司作为出票人和成队人签的张 所以A公司身份 既是出票人又是成队人 谁是主债务人 我们得标出来 是吧 C公司签的保证合同 这里根本就没他 根本就没有他 他不是票据当事人 好 接着往下来 A公司签发票据给B公司 他是成队人 C公司签了个保证合同 是吧 好 往下来 B公司在签收票据之后 为了购买设备 将该票据备书转给D公司 D公司为了购买原材料 又将该票据备书转给E公司 后D公司因为E公司违约 与其产生了纠纷 谁跟谁之间产生纠纷 他们俩之间产生纠纷的 是吧 好 E公司在取得票据后 为了支付货款 又将该票据备书转让给了 对D公司与E公司的纠纷 事实 不知情的F公司 好 F公司他是不知情的 他是善意的 所以将来这张票不能兑现的时候 那当F公司向D公司进行追索的时候 D公司能不能以与E公司之间的纠纷 对抗F公司呢 能不能以与支票人前手之间的关系 抗辩石油去对抗支票人呢 而且是不知情的 当然不能 对吧 好 接下来 F公司在会票到期日一个月前 得知A公司因为严重超标排放污染物被生态环境部门责令关闭 A公司什么身份 刚才我们标了吧 他成队人吗 是吧 那付款人和成队人 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经营的 这个是我们期前追索的情形 对吧 所以F公司在取得了相关证明材料后 向E、D、C、B主张权利 没有任何问题 是吧 E公司以F公司未在取得A公司拒绝付款证明制日起 三日内进行书面通知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没有按照规定期限通知仍然可以行使追索权 只是去赔偿因为待遇通知造成的损失而已 所以这个拒付理由不成立 D公司以其与E公司之间存在合同纠纷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你与E公司之间的纠纷 对我善意的F公司能主张吗 对人抗辩的抗辩切断 所以就把它切了 他对抗不了 对吧 因为他不是明知存在抗辩事由的 人家不知情 好 接下来 C公司以其未在票据上签章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人家就是没签章 他不是票据保证人 是吧 B公司以票据尚未到期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票据没到期怎么了 这是期前追索的法定情形 所以这个抗辩理由 也不成立 完了 就这四项 是吧 根据上述内容回答下来的问题 B公司拒绝承担票据责任的理由 是否成立 当然不成立 是吧 他是说人家没有再取得拒绝证明 这几三日内通知 那没通知怎么着 答出来 仍然可以行使追索权 但是要赔偿损失 就是考试你答这个题 只要答出可以追索 但请赔偿 你只要把这八个字答出来 就是满分 可以追索 但请赔偿 简单吗 往下来 第二问 B公司拒绝承担票据责任的理由 是否成立 是什么理由 这个理由当然不成立了 是吧 根据规定 票据债务人 原则上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 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但是持票人明知票据债务人 与出票人或持票人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 而仍然受让票据权利的除外 但是他是明知吗 人家是不知 所以说一下 本题当中 F公司对D公司与E公司的纠纷事实不知情 且支付了现象对价 那D公司不得以其与E公司之间的纠纷 为由进行抗辩 这就是对人抗辩的抗辩阶段 是吧 好 接下来第三个 C公司拒绝承担票据责任的理由 是否成立 成立 C公司是真的成立 因为他确实没签证 说清楚了 保证人未在票据或沾单上 记载保证字样 而是另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或保证条款的 不属于票据保证 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他不属于票据保证 所以你不能让他承担票据责任 对吧 好 接下来 第四问 B公司拒绝承担票据责任的理由 是否成立 B公司的理由 当然不成立了 是吧 根据规定 成队人因为违法被责定终止业务活动的持票人 可以在票据到期前进行追索 而且人家已经进行了抛弃权利保全 已经取得了有关的证明文件了 所以取得有关证明文件 就可以行使追索权 很多同学只达到这儿 那是要扣分的 注意一下 必须说清楚 他取得文件 因为期前追索 除了满足条件 那他还要做权利保全 如果只说满足条件 没说做权利保全 那是要扣一点分的 但是扣的不多 最多就扣一分 这一道题才2.5 扣一分就不少了 就是这是0.5 这是一分 这是一分 就这么区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道题 这道题说21年的3月15号 315赶这日子 A公司为了支付货款 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 向B公司签发了一张银行 承队汇票 汇票到期日是21年的9月14号 好 3月15号 9月14号 6个月 那么自到期之日起 10日内要去提示付款 所以给了明确的到期日 一定想着把时间线捋一下 就是他可以 你可以不用刻意的去拉一条线出来 但是这个时间你要圈下来 然后自己在考场上 在这儿做个批注 就是到期日 从这开始往后加10天 是你行驶权力的日期 也就是在9月24号前 好 那么贾银行作为成队人 与A公司签订了成队协议 并在系统中签章了 你在汇票系统 电子汇票系统中签章了 就意味着你是成队人了吧 所以标记出来 是吧 A公司签发票据给B公司 然后由贾银行成队 成队的 好往下来 C公司在系统中被登记为保证人 C公司是系统当中被登记的保证人 所以是票据的保证人 对吧 后来贾银行因为A公司 在签订成队协议过程当中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与A公司发生纠纷 这叫什么 这个叫资金关系 是吧 这就是票据基础关系瑕疵 所以将来一定会因为 这个成队协议被撤销 他要拒绝承担成队责任 拒绝承担付款责任 这是不行的 是吧 因为基础关系瑕疵 不影响票据权利的形势 是吧 这是资金关系 接着往下来 B公司为了支付 与D公司的买卖合同款 在系统中将该汇票 背书转给了D公司 A公司签发票据给B公司 假公司是成队人 C公司是保证人 往下来 是吧 转给D公司 好 接着往下 接着往下来 那后来呢 双方合同 因为不符合国家 对特定物资的管制性要求 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了 这是什么 这是原因关系 是吧 也是属于票据基础关系 基础关系无效 那影响票据效率吗 不影响 好 D公司在取得票据之后 为了支付工程款 又将该汇票 背书转让给了E公司 好 E公司在进行票面审查时 联系了B公司 得知B公司与D公司的合同 被认定为无效 所以E公司是知情的 好 但是为了避免 D公司拖欠工程款 仍然签收了该汇票 就意味着 他知情仍然受让 所以B公司对D公司的抗辩 可不可以对E公司行使 可以 对吧 后由于E公司成建的工程 存在较大质量问题 D公司产生合同纠纷 他们俩又出现了 原因关系的合同纠纷 但是直接关系是可以对抗的 如果E公司不往后转 那他追D公司是追不了的 那我们再往下看 E公司在汇票到期后 向假银行提示付款 假银行以成对协议存在瑕疵 为由拒绝付款 对不起 拒不了 资金关系瑕疵 不影响票据的效力 E公司又先后向D公司 C公司 B公司主张权力 D公司以E公司违约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可以 这是可以对抗的 不履行约定义务 与自己有直接债券债务关系的当事人 C公司 以其享有先速抗辩权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胡说八道 票据的保证都是连带责任保证 哪来的先速抗辩权 B公司以其与D公司的合同无效 且E公司知悉此事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可以 可以 票据的债务人 不能以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资金关系 对抗持票人 但是如果持票人明知前手的抗辩石油存在 还受让票据的是除外的 这是抗辩切断的排除事项 好 没事了 根据上述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问 假银行以承队协议存在瑕疵为由 拒绝付款的主张是否成立 并说明理由 主张不成立 答清楚了票据基础关系的瑕疵 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 承队人是票据的主债务人 应当对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 当然你答这个也行 就这两句话你答哪个都行 答下边的也行 说出票人与承队银行之间的承队协议 无效或被撤销 该银行的承队行为效力 不因此而受到影响 持票人有权请求该银行承担票据责任 就是你答资金关系不影响 这个票据行为的效力 或者答基础关系不影响票据行为效力 承队人是主债务人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好接下来 第二问 第一公司以一公司违约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是否成立 成立 因为它是直接债券债务关系 所以必须答清楚 是不履行约定义务 是直接债券债务关系 那就可以抗命 这俩词有 就是满份 好 接下来 第三问 C公司以其享有先速抗命权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是否成立 当然不成立了 票据里的保证 哪来的先速抗命权 答清楚了 票据的保证人应当与被保证人 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 没有先速抗命权 好 接下来 第四问 B公司以其与D公司的合同无效 且异公司知悉此事为由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的主张 是否成立 我们说这个主张是成立的 答清楚了 这是抗辩切断的排除事项 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持票人 前手之间存在着抗辩石油 仍然受让 那就可以以该市油去对抗 你看就这几道题里边 刚讲两道题吧 你这对人的抗辩考几次了 好 接着往下来 看第三道题 这道题说 A公司为了支付货款 向B公司签发了电子银行成对汇票 出票日期是21年的6月16号 到期日是21年的12月16号 也是六个月的 好 到期日圈下来 加10天 12月26号之前去提示付款 假银行作为成对人在汇票上签账 A公司签发票据给B公司假银行签账 OK 假银行的身份是成对人 对吧 好 接着往下来 7月15号 B公司为了结清货款 将汇票背书转让给了C公司 C公司随即将汇票背书转让给了D公司 用于支付咨询合同的前期款项 后C公司与D公司就咨询合同的后续旅行 发生争执 D公司速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 他们俩的合同又解除了 又是基础关系的下次 对吧 好 接着往下来 8月 B公司将该汇票又背书转让给了E公司 好 那C公司对E公司能不能抗辩 是吧 支付的是装修费 A公司签给B 甲银行是成对银行 B给了C C给了D D给了E 然后他们俩的合同解除了 对吧 这是刚才前面的内容 接着往下看 9月E公司被F公司吸收合并 E公司注销工商登记 好 这个票据就到了F公司的手里 但是这块出现了背书不连续 干嘛 举证 依法举证 证明票据权利就行了 对吧 好 接下来 10月11日 F公司为了支付办公楼租金 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了G公司 G公司于汇票到期后 向甲银行提示付款 甲银行以A公司账户余额不足 为由拒绝付款 你是成队人 你没认清自己的身份吗 你这银行也忒不专业了吧 对吧 所以这个拒付理由不成立 不能以与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关系 对抗出票人 好 然后G公司持拒绝证明 和E公司和F公司的合并证明 有证明吗 有合法证明吗 有 向D公司请求付款 D公司以汇票背书不连续为由拒绝 你不能拒绝 因为确实不连续 但是我举证了 我不是经过背书转让 以其他方式取得票据的 我已经依法举证了 所以这个票 不能以背书不连续为由拒绝 好 G公司最后以B公司为被告 诉至法院 请求B公司付款 B公司在诉讼中提出抗辩 说G公司应当向前手追索 而不能越过CD 直接向其追索 能不能不按债务人先后顺序 可以 所以这个抗辩理由还不成立 来 回答问题吧 第一个 假银行拒绝向G公司付款的理由 是否成立 并说明理由 不成立 直接答清楚 不能以与出票人之间的 抗辩石油对抗持票人就行了 是吧 直接答清楚 不能以与出票人之间的 抗辩石油对抗就可以了 好 第二问 CD之间的背书转让行为是否有效 当然有效了 因为基础关系瑕疵 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率 你们俩合同解除了 并不意味着票据不能转让 可以转让 没问题 是吧 好 第三问 D公司拒绝付款的理由是否成立 不成立 他以背书不连续拒绝的 而我是合并 我举证了 对吗 所以答清楚了 以背书转让的会票 背书应当连续 持票人以背书连续证明票有权利 但是非经背书转让 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会票的 应依法举证 证明起票据权利 我依法举证了 我有证据 我有合并证明 对吧 好 接下来 第四问 B公司主张是不是成立 当然不成立了 他说不能越级 越过别人去追他 凭什么不能越越过别人啊 会票的出票人 背书人 承对人 保证人 对持票人 承担连带责任 可不可以越 持票人可以不按照 会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 对其中任何一人 数人或全体行使 追索权 答清楚了 可以不按顺序 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道题 这道题说 2020年11月20号 出票人A公司出局了一张 收款人为B公司 承对人为C公司的电子商业承对 汇票 为支付货款 到期日呢 是21年的4月10号 所以圈下来 从这天往后 加10天 4月20号之前 提示付款 是吧 B公司将电子商业汇票 背书转让给了债权人D公司 2020年12月 因急需流动资金 D公司与假资产管理公司 签订资产买卖协议 约定D公司将包括上述 汇票债权在内的若干项资产 以300万元的价格 打包转让给假资产管理公司 双方签订票据质押协议 约定D公司以汇票向假资产管理公司 提供质押 以保证C公司向假公司付款 同时假公司与以银行签订协议 约定由以银行作为票据服务银行 和治权人的代理人 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 D公司为持票人 被登记的治权人是以银行 你看明白了吗 好多同学读完了这个题 读到这之后就已经彻底晕菜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画图 你看我在前面画图的时候 可能对于有一些同学 有些同学来讲没什么感觉 对吧 觉得你这图画不画的就这几个人 ABCDE能有什么呀 那你到这儿再看看 你这儿你要不画图 你折腾的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干嘛了吗 你就你看这些东西真的乱 但是你把图画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什么呀 就这点事啊 来咱画图 A公司是出票人 B公司是收款人 A公司签发一张票据给B公司 对吧 好 然后成队人是C公司 对吧 前面的关系很简单吧 好 然后B公司将电子商业汇票 背书转让给了债权人B公司 好 往下转 转到地了 好 接下来 2020年12月因为急需流动资金 B公司与假资产管理公司 签订了资产买卖协议 约定B公司将包括上述汇票 债权在内的若干项资产 以300万元的价格 打包转让给假资产管理公司 双方签订了票据质押协议 约定B公司以汇票 向假资产管理公司提供质押 以保证C公司向假公司付款 同时假公司又与银行签订了协议 约定由银行作为票据服务银行 和治权的代理人 好 看到这儿 同学们 有用吗 有用吗 这是票据 票据是文艺证券 你给我弄仨协议过来干嘛呀 有用吗 在这儿 根本就不做任何体现 接着往下看 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 D公司为持票人 被登记的治权人 是乙银行 相当于是D公司 把票据质押给了乙银行 对吗 其实乙银行是 假资产管理公司的代理人 只不过假资产管理公司 在这张票据的电子系统当中 有体现吗 没有 这不都是协议吗 协议协议协议 有啥用啊 对吧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吧 我们把图画上 A公司 给的B C公司是成对人 是吧 B给的D D 质押给的乙银行 然后假资产管理公司 跟乙银行签的协议 不就这么个过程吗 往下看 2021年的4月19号 乙银行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内 向C公司提示付款 4月19号 这张票的到期日是4月10号 往后加10天 4月19号 是不是票据的提示付款期限内的 是的 所以它是在规定期限内提示付款的 OK C公司未回应 它回不回应 我是在规定期限内行权的 对吗 直至4月30号 C公司一直未付款 票据的状态一直显示为 提示付款未签手 我确实提示付款了 对吗 好 接下来 假资产管理公司 C银行联合作为原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 起诉A公司B公司 C公司D公司作为被告 要求行使票据的追索权 人以公司能行使追索权 你假公司怎么行使追索权 票上有你吗 对吗 然后咱们看看后边怎么说的吧 还是把图画上 A公司给B C公司是成队人 B给的D D质押给的E 这还有个假 对吧 不就这点玩意儿吗 首先A公司主张 假资产管理公司 无权行使追索权 对不对 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都是票据权利 这票上有你吗 好 接下来 B公司主张 D公司交付的货物 不符合合同约定 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B公司主张 D公司交付的货物 不符合约定 你对以公司能行权吗 你对银行能行权吗 不能 不能以与持票人 前手之间的资金关系 去对抗持票人 对吗 C公司主张 以银行 未按照提示付款 期限提示付款 不得向其 请求付款 不承担票据责任 人家是没按规定 期限提示付款吗 票据到期日4月10号 人家4月19号去的 自到期之日起 10日内 你怎么数的手指头 数错了吧 所以这个抗面理由不成立 对吧 第四个 D公司主张票据的治权人 不是票据权利人 因此不得向其请求付款 票据的治权人 在债务到期的时候 是可以行使 治权的 那行使票据权利的时候 那他可以行使 付款请求权 也可以行使 追索权 也可以委托收款 他只是不能转让票据 不能质押票据而已 对吗 同学们 所以你说 他能不能行使 请求付款的权利啊 能不能行使 追索的权利啊 可以的呀 所以这个抗面理由 就错了呗 完事了 那看题 第一问 A公司主张是否成立 成立 是吧 在票据质押当中 D公司是出置人 以银行是治权人 假资产管理公司 没有登记在票据上 因此不想有票据权利 不能行使票据追索权 你就直接答 文艺证券的规定就行了 好 第二问 B公司主张是否成立 不成立 是吧 票据债务人 不能以自己与持票人 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对抗持票人 但是持票人 明知存在抗辩事由 取得票据除外 这里边人家是 没有特别强调明知的 那就默认为不知情 啊 所以不能以持票人 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去对抗持票人啊 提提都考对人的抗辩 你说他重不重要 好 接下来 第三问 C公司的主张 是否成立 说明理由 C公司的主张 当然不成立了 他主张的是什么 他主张的是 没有在提示付款 期限内提示付款 丧失 吹索权 而且实话讲 这个题目啊 咱们说啊 他是在规定 期限内提示付款的 所以你就直接答 提示付款期限就行了 啊 定日付款的商业会票 应当自到期至日期 10日内向成对人提示付款 他是在规定期限内 提示付款的 那如果说他没有在规定 期限内提示付款的 就这道题我们改一下 他不是4月10号 19号去的 他比如说是4月25号去的 他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了 那怎么样 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了 也是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但是不丧失对成对人的票据权利 在做出说明后 成对人仍然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你这个抗辩理由 依然不成立 只是打哪条而已 你得知道打哪个条款 好 第四问 地公司的主张是否成立 说明理由 地公司的主张 当然不成立了 是吧 他说制权人 没有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权利 没有行使追索权的权利 当然是错的 是吧 根据规定 经质押背书 背背书人 即取得票据的治权 那票据的治权人 有权以相当于票据权利人的地位 去行使票据权利 包括付款请求权 追索权 还有委托收款的权利 都是可以的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咱们有关于票据法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票据就像我们说的一样 教材写的挺复杂的 但是呢 票据的内核非常单纯 社权证券 完全证券 文艺证券 金钱债权证券 钥匙证券 把这些特征卡住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社权证券 文艺证券 和完全证券的这些特点 去理解它 理解了之后 你会发现 整个证券法 它的考核点的设置 就这么几块 第一块是基础关系 对票据权利的影响 原因关系 资金关系 对吧 然后第二块 就是有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 第三块 就是对人的抗辩那一块 然后再往下 就是有关于背书和保证的规定 最多就是追索再考一考 就完事了 就是这么几块内容 你看这些题 反反复复 就围绕这几个点来 所以只要同学们用心努力了 就一定能够功课本章 这一章 可是咱们 筑块经济法里 送分的章节 这种章节的分 要拿不住 那通过考试 是很困难的 我们这一讲 我们这一讲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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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